来到平溪丸 很多人习惯搭火车 而其实这条支线铁路原本是矿业专用的运煤铁道 当时台铁还在使用蒸汽火车的年代 采矿业已经开始使用电气火车来运煤了 在煤矿博物馆里还保留一台国宝级小火车 有可爱黄色外观 加上车头有一个大眼睛 被称作独眼小僧 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到运煤车的颠簸 一头钻进矿坑里 一窥黑金岁月留下来的历史痕迹 当地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 可以让你拍到火车天上飞 这可是平溪老街限定版的特有景象 玩过瘾了 再来吃一点古早味甜点 碰饼加上面茶 让四五年级生可以重温儿时的甜蜜回忆 他们回到日本报道之后 刚好这个时候日本有很有名的动漫 有一个穿着黄色袈裟的小和尚 把他这个角色就是女人画这样子 称他为独眼小僧 独眼小僧是全台湾第一台 也是目前仅存还在运作的 电气化运煤小火车 穿梭在绿色隧道中 仿佛来到龙毛小镜 这里夏天能赏银也能拍婚纱 是不是超美的呢 一路上摇摇晃晃 声音轰隆轰隆 让游客体验没有避震器的车子 坐起来是什么感觉 害怕吗 不会 而且觉得好玩吗 好玩 把自己当煤矿的感觉 对这一公里的路 我觉得就是曾经矿工们的一辈子 因为短柱放了之后 你要把它顶住对不对 它用一个气形的木头把它插下去 我们跟着专家的脚步走进采梅巷 原本应该是在地表垂直深度 约500公尺的地方 现在用同样工法材料 1比1仿真打造 超过十多年经验 长期在全台各地参与产业铁道文化保存 与记录工作的简佳宏 对矿坑里发生的点点滴滴都了若执掌 然后我们在装炸药的时候 会在这边先钻孔 这边看到我们会装很多很多个孔 然后沿着周围先爆破之后 立完岩石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前推进 平溪地区是北台湾著名的煤矿重镇 对台湾重工业发展功不可没 而且挖矿相当辛苦 不能像我们一样站得直挺挺 还得钻进这个小洞里 看到这个装置叫做砍嘴 那我们采煤工在采煤的时候 其实从这个小小的缺口爬进去 他们往上挖煤的时候 煤会掉在这个碳嘴的底部 车上还满载着煤矿 在这里实际感受矿工们的工作样貌 不见天日的环境 与热道打赤膊的工人们 见证黑金岁月留下来的遗迹 情深秤底 鼓措下吃甜品 都感觉浪漫起来 冰淇淋奶酪这个菜 对对对 回到老街上解解馋 看到这人气招牌 酒酿桂花芝麻奶酪 口感滑嫩 有着淡淡桂花香 简单马克杯装了就上桌 不走王美峰 却吃得到老板娘的实在 桂花棒很多 那我本身很喜欢有酒的东西的食物 那就非常合我胃口 所有外面的奶酪都是吉利丁 那个植物的话就是海藻 也就是我们的龙须草 这种去做的 它就是植物 所以它可以放在热的汤水 不至于说热汤水浇下去 它融化 像这些酵素 我们都自己买水果回来做 像这个梅子跟桑胜 是我们卖在酵素里面的主力 想起当初儿子因为一杯饮料 喝到上吐下泻整整十天 让阿兰姐痛定思痛 决定自己动手做 十多年来都坚持天然低糖 我平常其实不太喜欢酒酿 它刚刚搭配起来 我觉得蛮特别的 老街要找古早味 就来吃碰饼配米碟 入口即化香浓绵密 还很有饱足感 还有这碗泰白粉甜汤 更是勾起不少人 小时候的回忆 QQ软软就像果冻一样 连小孩都爱吃 你刚刚吃什么 泰白粉 很好吃很传统 然后味道很浓厚 推车在外面卖的 它没有一个定点 就是大家听到那个 嘀嘀叫的声音 然后就想吃就吃 然后就点了 大部分都晚上比较多 吃饭东西也别忘了 还有三个可以跟火车 拍照的地方跟我走 一走出平溪车站 街道旁就是铁轨 这里也是最多人 可以近距离 拍摄到火车的地方 不过换个角度 来到这边可以看到 两旁的民房跟铁桥桥墩 如果算好时间 就有机会跟火车一起入境 或是从邮局往后看 就能看到火车天上飞的 特有景象 只有平溪老街限定 当然也别忘了顺便拍拍 全台湾最老的油桶 西元1941年设立 到现在都还有在运作 真的能寄明信片 想住个两天一夜 继续沿平溪直线玩的朋友 绝对不能错过 这栋绝美玻璃物民宿 亲子同行不怕 前方大草坪 能让孩子们尽情放电 用餐区还有迷你树屋 根本是小孩的天堂 大人放松的好地方 走进客房更是让人一呆 就不想离开了 在设计的后面 我们前半段都是大片落地窗 那你在天气好的时候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星星 我们喜欢那一种 很自然的味道 所以你看我们客房里面的装饰 摆饰或是一些东西 我们都是用木做 室内原木装潢 闻得到木头清香 仿佛置身在森林中 坐在鞦韆上 远眺山景 别有一番风味 山城小镇 看着天灯冉冉升空 无论许下多少心愿 也别忘了把握现在 岁月静好的幸福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